英俊事件 让优质偶像科比一度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科比因此丢了很多的代言 损失了上亿美元的收入 更加严重的是 哪怕事情过去快20年 丹佛的球迷已经没有原谅科比 英俊时间不仅让科比的人设崩塌 还间接导致了胡人队首带F4组合的直接崩盘 为什么这样说呢 科比当年一直不满自己 处于争议中 却没有队友为自己发声 显然科比针对的目标是奥尼尔 甚至他觉得就是奥尼尔的存在 让大家不愿意 搭救溺水了自己 于是科比做出了生涯中最差劲的一件事情 在被记者采访的时候 科比试图为自己的英俊事件辩解 科比表示奥尼尔也干过这件事情 只不过奥尼尔用钱搞定了这一切 科比的言论也瞬间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毕竟如果能从大鲨鱼 奥尼尔身上找到 这样的八卦事件 夹鸡腿是必须的 在科比曝光后 奥尼尔是如何回应的呢 对于科比有点类似于孩子赌气的言论 奥尼尔并没有在媒体记者面前直接回击 毕竟当时的科比还处于官司阶段 不过 大鲨鱼怎么可能放弃还击的机会呢 随后 在洛杉矶的一个饶舌音乐节上 奥尼尔作为嘉宾出场 而奥尼尔也把这个环节的说唱当成 对于科比的还击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奥尼尔的歌词都说了什么 所有人 让我们一起问科比 我的P是什么味道 我是皮马 他比我更贱 他说了谎让我离婚 他说不用钱解决了他 我不 因为我是奥尼尔 我喜欢的人 我不会丢弃他们 你没办法靠自己赢 科比 你没办法靠自己赢 所有人 一起问科比 我的P是什么味道 是的 在这番说唱中 奥尼尔否认了科比的言论 并且嘲讽科比英俊的事情 以及球场离了自己眉 办法赢球的事情 在演唱会上 用说唱的方式回击 奥尼尔的还击 还是很凶猛的 不过 但是科比不知道是因为官司 缠身 还是自觉理亏 并没有再还击奥尼尔 失去了 才知道美好 年轻的时候 为了球队核心的地位 奥尼尔和科比 亲手打碎了两个人本 可以更好的生涯 在风道扬镳之后 两人也开始念叨对方的好 可惜的是 花有重开始 OK再无联手日